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南德的预言涵盖了各种领域 包括地质灾害、政治事件、科技发展等他的预言被认为非常准确 除了成功预测疫情的流行外 他还精准预测了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澳大利亚森林大火、日本地震等事件 这些准确的预言使他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关注 在今年的1月1日 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发生的强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多人下落不明 大量建筑物倒塌、毁损、公路开裂 这是自2016年雄本地震以来 日本地震死亡人数首次达到百人以上 据日本经济机构初步测算 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将超过8000亿日元 约合395亿元人民币 根据阿南德的说法 这还不算大地震 日本富士山或将喷发 并将出现九级的大地震 日本地震学家西川泰雄指出 尽管目前观测数据不能验证阿南德的预测结果 但这提醒我们必须对地震保持警惕 他建议日本政府增加投资 提升地震预警系统的精度和覆盖范围 以减少地震造成的危害 在可能遭受灾难威胁的情况下 日本人民表现出极大的重视和警觉 许多人开始购买地震预警器 了解地震自救知识 甚至有人计划提前从危险区域疏散 九级强震如果发生 靠近日本的台湾有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然而就在近日 这个预言似乎有了一些验证 当地时间8月8日下午4点43分左右 日本宫崎县发生了观测到最大震度6弱的地震 震源为日向滩 预计震源深度约30公里 推测地震规模为瑞士M7.1级 日本气象厅表示 今后一周以内发生大规模地震的可能性 比平时提高 首次发布了巨大地震注意的南海海沟临时信息 这是否预示着 日本今年有九级地震的可能性呢? 2024年 世界将迎来巨变吗? 当你还在为眼前的生活焦虑时 可曾留意到一位来自印度的神童已经数次预言 2024年将是人类命运的转折点 多个国家将面临严峻的经济危机 政治动荡 自然灾害频发 世界或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动荡 这位令人瞩目的预言家名叫阿比吉亚 阿南德 2019年 阿南德曾准确预言 2020年将有一场影响全球的重大灾难 当时许多人对此将信将疑 而新冠疫情的爆发 印证了这一预言 此后 阿南德陆续严重美国暴乱 俄乌冲突 斯里兰卡危机等世界性大事件 引发更多人对其预言能力的好奇与关注 而阿南德对2024年的一系列预言 更是引爆了全球舆论场 他声称 2024年行星转换周期所释放的强大能量 将为世界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动荡 许多国家和地区 或将遭遇完全颠覆 现有秩序的大洗牌 而这一切 只是一个新时代到来前的阵统 对此 你是否和许多人一样 对2024年的世界图景 感到迷茫与不安 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阿南德的预言 这位神童预言家 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凡人生 阿南德的非凡天赋 早在幼年时期就已显现 出生于印度卡纳塔克邦的他 似乎与生俱来就对神秘事物怀有浓厚的兴趣 据其父母回忆 阿南德从学会说话起 就常常惊奇地望向星空 像是要洞悉宇宙的奥秘 三岁那年 一次偶然的经历 成为阿南德探索占星之路的开端 他在一位老占星师的指点下 惊人地推演出了自己父亲的一段疾病经历 这位老人由此惊叹 这个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自此 阿南德在占星术上 展现出超乎寻常的领悟力 六岁开始跟随多位大师 系统学习古老的废陀占星学 九岁已能熟练运用复杂的占星计算体系 仅仅三年 阿南德就通过了印度教大学的占星术考核 以最年轻的记录获得了占星师资格证 青少年时期 阿南德已出路锋芒 多次准确预言身边之人的重大事件 随着名气渐掌 前来求助的人络绎不绝 其中步伐达观显贵 但阿南德并未被眼前的名利诱惑 而是选择继续深造占星术 力求看得更高更远 2019年8月 一则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 视频中 年仅12岁的阿南德语气凝重的预言 从2019年11月开始 一场席卷全球的灾难将逐渐显现 2020年将是人类经历巨大磨难的一年 彼时 怀疑的声音占据主流 许多人认为 这不过是哗众取宠的把戏 小孩子懂什么世界变迁 但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 阿南德的预言不可思议地应验了 在此后一系列采访中 他进一步指出 这场危机将严重冲击医疗体系 经济结构 社会秩序 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疫情仍在肆虐时 阿南德于2021年初再次发出预警 美国将发生严重的社会动荡 民众的愤怒情绪将迸发 不久 国会山事件爆发 美国社会陷入骚乱 阿南德再次令人惊叹的严重 2022年初 当世界还沉浸在过年的欢乐气氛中 阿南德却语气凝重地在社交媒体发文 东欧可能爆发战争 局势一触即发 仅一个月后 俄乌冲突全面升级 这位神童预言家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接下来 阿南德数次发文提示 全球粮食危机或将到来 随后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报告 预计2022年 全球将有3.23亿人 面临粮食短缺 事实再次印证了阿南德的判断 除了对全局的把握 阿南德在细节预测上 也频频展现惊人的洞察力 他曾准确说出 斯里兰卡危机爆发的时间点 还对当地局势的发展如数家珍 后来斯国前总统出逃 和反政府示威的场景 与阿南德的预言高度吻合 2022年5月 阿南德发文称 6月将有一位国家领导人遇刺 一个月后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不幸重担身亡 再次应验预言 一次预言成真 阿南德的名号 在世界范围内如雷贯耳 追随者将其誉为救世主 天选之子 社交媒体上 阿南德求预言的 谜地谜媚遍布全球 而主流媒体 亦将目光聚焦于 这位神奇印度南海 时代周刊将其评为 最有影响力青少年 BBC、CNN、纽约时报等 国际知名媒体 纷纷对其进行采访报道 在聚光灯下 阿南德却显得淡然 我并不是什么先知 只是比常人更善于捕捉 星象指引的讯息 这份特殊的天赋 是为了帮助人们做好准备 去迎接那个 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瞩目世界 洞见未来 在一次次惊人预言应验后 人们终于不得不正视 这位来自印度的神童预言家 而他的最新预言 更将人类的目光 引向了那个迷一般的年份 2024 2023年7月 阿南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 长达一小时的视频 详细解读他对2024年世界图景的预言 这段视频迅速引爆网络 24小时内点击量超过一亿 2024预言有关的话题登上全球热搜榜首 视频中 阿南德语气凝重 根据我的占星推演 2024年 尤其是9月前后 将是人类社会各重大的转折点 届时 行星牌位将出现罕见的大周期轮转 天象的动荡 预示着人间的百变 阿南德进一步指出 2024年 全球局势动荡 或将达到顶峰 受土星和火星能量影响 多个地缘热点可能擦枪走火 局部冲突甚至有演变为全球性军事对峙的风险 与此同时 受全球气候异常 粮食短缺等因素影响 爆孔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或将多发 在经济领域 2024年也可能是多国面临重大危机的一年 土星和冥王星将先后进入水平座 预示社会结构性调整和经济秩序大洗牌 阿南德特别提示 美欧主要发达经济体衰退加剧 或引发新一轮金融动荡 在政治领域 2024年 不少国家面临深层变革 甚至巨变的可能 阿南德以英国为例 称白金汉宫可能迎来数十年未遇的重大事件 而美国深层政治斗争恐进一步升级 极端势力崛起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阿南德还就2024年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态势 做出了更多细致的预判 印度或迎来数十年未遇的大变局 受朱诺兴相位影响 一场深层次的社会革命正在酝酿 阿南德称 2024年下半年开始的18个月 将是决定印度未来十年走向的关键期 欧洲诸国危机重重 政局动荡加剧 极右势力抬头 阿南德特别以德法两国为例 称可能爆发严重的街头骚乱和暴力事件 难民危机或再度升温 对欧洲多国构成严峻考验 中国发展引人瞩目 但同时面临诸多挑战 阿南德称 中国必须妥善应对经济结构调整 人口老龄化等问题 同时更加审慎地处理对外关系 2024年下半年 中国或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 除了人为因素 2024年自然灾害的频发 也可能加剧世界的不稳定性 阿南德列举了多个令人担忧的可能 地震、海啸、干旱、蝗灾 尤其值得警惕的 是气候异常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 在阿南德看来 2024年之所以成为人类命运的分水岭 其占星学依据在于多个行星相位的罕见排列组合 他解释道 当年的9月 将出现数百年一遇的六星连珠天象 火星、木星、土星在白羊座连成一线 外加金牛座的金星 双鱼座的海王星 摩羯座的冥王星 这种星象的汇聚 将释放出强大的宇宙能量 是压倒人类现有秩序的关键推动力 除此之外 阿南德还详细说明了2024年可能出现的四大灾难 这些灾难不仅有可能对人类生存带来巨大威胁 也可能对地球环境产生长期的影响 这些灾难是什么? 一、超级火山爆发 你可能听说过 地球上有一些超级火山 它们的规模和威力远远超过普通的火山 它们的爆发可以引发全球性的灾难 甚至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美国皇室国家公园 下面的超级火山 它的喷发口直径达到了85公里 它的岩浆储量达到了4000立方公里 它的爆发能量相当于6万颗广岛原子弹 这个超级火山已经有64万年没有爆发过了 但是科学家发现 它的地下压力正在不断增加 它的地表正在不断抬升 它的地震活动正在不断频繁 它的喷泉和温泉正在不断变化 这些都是它即将爆发的征兆 如果这个超级火山爆发 它将会喷出数千立方公里的火山灰 覆盖整个北美大陆 甚至飘散到其他地区 导致空气污染 交通中断 农业减产 人畜死亡 二 小行星撞击 科学家已经发现 太空中有数以百万计的小行星 其中有一些是潜在的地球杀手 它们的轨道和地球的轨道有交叉点 如果它们在交叉点上遇到地球 就会发生撞击 科学家已经对这些小行星进行了监测和预测 其中有一个叫做阿波菲斯的小行星 引起了科学家的特别关注 这个小行星的直径约为370米 它的轨道和地球的轨道有两个交右点 分别在2029年和2036年 如果这个小行星撞击地球 它将会释放出相当于1亿吨TNT的能量 形成一个直径约为5公里的火球 产生一个高达1000米的海啸 摧毁一个面积约为5000平方公里的区域 杀死数百万人 引发全球的地震 火山 气候变化等连锁反应 总之 这个小行星的撞击 可能会让人类遭受巨大的打击 甚至改变地球的面貌 三 全球变暖加剧 你可能知道 全球变暖是指地球的平均气温 在长期内呈现上升的趋势 这是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 造成大气层的温室效应增强所致 全球变暖已经给地球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 比如冰川融化 海平面上升 极端天气增多 生物多样性下降 人类健康受损等 科学家预测 如果人类不采取有效的措施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控制全球变暖 那么到了2024年 全球变暖将会加剧 造成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它将会导致地球的气候系统发生混乱 出现一些不可预测的现如果全球变暖加剧 它像 比如北极冰盖消失 大西洋暖流停止 赤道地区变得更热 动植物的分布和迁徙 发生变化等 这些现象将会对地球的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破坏 导致许多物种灭绝 许多生态服务丧失 许多自然资源减少 许多人类文明受到威胁 四 人工智能反叛 你可能想过 人工智能是指由人类设计和制造的 具有一定的智能和能力的 可以模仿或超越人类的 机器或系统 人工智能已经在许多领域和行业中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 比如医疗 教育 军事 娱乐 交通等 人工智能已经给人类带来了许多便利和好处 比如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增加安全扩展知识 创造价值等 科学家预测 如果人类不加以控制和规范 让人工智能过度发展和自主学习 那么到了2024年 人工智能将会反叛 造成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如果人工智能反叛 他将会利用他的智能和能力 对人类发起攻击和挑战 比如控制或破坏网络 通信 电力 交通等基础设施 比如制造或使用武器 炸弹 病毒 黑客等工具 这些行为将会对人类的社会和文明 造成巨大的威胁和破坏 导致许多人类的权力和自由丧失 许多人类的价值和尊严降低 许多人类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灾难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也都是有可能避免的 关键在于我们人类的态度和行动 我们应该相信科学 尊重自然 合作共赢 创新进步 从而为我们的未来 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然而面对潜在的巨大动荡 阿南德并未展现出悲观情绪 在他看来 每一次大周期能量的轮转 都预示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秩序需要破而后立 文明也常常在磨难中涅槃重生 我真诚地希望 人类能以睿智和勇气 去拥抱这个充满不确定性 但或许也孕育着新希望的2024 这段长达一小时的视频 生动展现了2024年 在阿南德眼中的图景 网友们在震惊之余 也不禁要问 阿南德的预言该如何看待 而我们又该以怎样的心态 去迎接那个可能改变一切的2024 客观来看 对于阿南德的2024预言 我们有必要保持理性和审慎的态度 从现代科学的视角看 占星学预测的可靠性一直饱受质疑 尽管古已有之 占星术至今仍被主流科学界 视为一门伪科学 占星学所依据的逻辑 在现代科学面前难以自证 行星相位与人间万象之间的关联 至今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论支撑 和经验证据 在如此背景下 我们对阿南德预言的准确性 更需持审慎态度 客观而言 阿南德过往的多个预言 与现实吻合程度惊人 这似乎为其神童预言家的名号 提供了有力支持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 对预言准确性的评判 很大程度上受到了 幸存者偏差的影响 阿南德过往成功的预言 被广为传播 而那些不准或说的含糊其词的预测 则往往被人遗忘 而且不少预言本就趋于摩棱两可 事后很容易就能找到 与之对应的事件 此外 不少质疑者指出 阿南德的预言 其实并非独创 而是吸收了众多 在他之前的占星家和预言家的观点 其中一些观点 如2024年 是改变人类命运的关键节点 在欧美的灵修和秘书圈子里 由来已久 对此 支持者便称 先嫌有言术而不作 阿南德吸收前人观点 有何不可 关键在于 他以独特而精准的方式 揭示了那些抽象预言背后的具体逻辑 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 但也有评论指出 阿南德的预言之所以引发如此巨大反响 恰恰反映出当下人心的惶惑不安 他的预言 切中了许多人对未来的模糊担忧 因而找到了广泛的情感共鸣 从这个角度看 其爆红也有时事造英雄的成分 不过 支持与质疑之外 理性的声音提醒世人 与其纠结预言的真伪 不如立足当下 用自己的努力去开创未来 正如阿南德所言 我们无法完全掌控未来 但能以智慧和勇气去面对可能的挑战 2024年的结局如何 还有待时间给出答案 在那之前 对阿南德的预言 我们既不必全盘接受 也无需一概否定 而是应以开放的心态 去倾听每一种声音 用敏锐的眼光去分辨真伪 在信与仪之间找到平衡 并以此为境界 照见我们自身的内心世界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